709大抓捕李文足三年寻夫中有训,王全璋律中被强制服药,王全璋律师有,与妻子李文足资料图片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对丈夫的状况表示担忧受访者独家提供,中国709案人权律师王全璋,被当局秘密羁押三年,后日前终于见到代理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引述代理律师说, 丈夫在狱中被迫服用药,并在会见中表现得非常害怕,这令他对丈夫的处境深感忧心,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709案,最后一人王全璋律师终于有了缺切的消息,山东律师刘魏国日前发布了通报披露,他在7月12日及18日两次会见了王全璋,并和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进行了交流, 目前案件开庭时间尚未确定,本台记者7月19日尝试联系刘魏国,不过未能成功李文足,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律师透露王全璋在狱中被迫服用高血压药,并且在会见过程中,表现出非常害怕的状态,李文足告诉记者709案,或是律师都透露曾被迫服药,最多的甚至一天要服用21片这种药物会导致头疼,视力模糊,感到有小虫在身上爬等不良状况, 他不知道王全璋被积压的三年里,身体器官受到药物的摧残程度达到什么样的地步,也不知道王全璋的恐惧从何而来,这令他感到十分担心, 律师说,医生给他检查说他有高血压,让他服药我要说的情况,就是在全璋被抓之前,他是没有高血压的,而且他的身体很好不知道他的身体现在被残害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因为这是很漫长的残害律师,这样跟我说说,全璋跟他见面的时候,就表现得特别害怕,很害怕的样子,不敢大声说话, 很多时候都是用口型来表达,所以刘律师说,很多时候,他没法准确地理解他的意思,所以他们沟通起来没有那么顺畅,如果全璋表现出来,这样一个害怕的样子,这也是很不正常的, 他到底遭受到什么让他这样害怕让一个人这样恐惧? 李文足说王全璋要求让程海律师或者他作为辩护人,但官方坚决不同意他表示,会继续为丈夫的自由努力,呼吁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王全璋的消息,随即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广东律师随木青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虽然律师成功会见到了王全璋,但他对案件的前景仍然不乐观,这也算是这些年来中国法律史上很严重的破坏法律,践踏法治的一个案件积压三年,终于允许律师会见虽然能会见了,但对于王全璋的前景仍然很不乐观, 既然三年都不给会见,从我们一般作为一个职业律师来说,可以断言一定是个冤案,正常的案件不可能这样操作,我们唯一欣慰的是他还活着,王全璋是北京风锐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 2015年7月被天津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案件始终未审畏判,特约记者杨帆则编狐利汉,吴京网编瑞哲。